國家級警報響起 在嘉義的街頭 路上所有車輛都暫停行駛 行人也都進到 室內防空處所避難 萬安47號演習 22號率先在中部 七個縣市登場 民眾跟隨警察和民房人員的指引 實施演習避難 今年還首次發布飛彈火箭 在特定區域攻擊的國家級警報 嘉義市政府也演練 敵機來襲時的相關應處 帶你來看現場畫面 演習時間從下午1點30分 到下午2點整 今年的演習重點在於 防空疏散避難設施的管理 要求管委會跟保全 或者是住戶配合 主動開放避難設施 供民眾避難 國防部也提醒 演習的期間 若民眾未配合疏散管制 勸導後還是不配合 將依據民防法 儲最高15萬元發歡